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有一种面点 应该是很多人喜欢吃的 叫韭菜盒子 可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呢 我们不做韭菜盒子 我们要改变一下 因为你都听过都看过了 对不对 我们换一下 我们做成高丽菜盒子 我们邀请到的是秋婷老师 姿里好 老师好 看到你就很开心 因为要报名上你的课 其实不太容易 不会啦 老师应该是全台湾跑 对不对 对 是全台湾生的学生 对 所以你看好不容易 要跟老师抓老师的空档 大概要两三个月前 所以观众朋友看到节目呢 就可以不用到处去追着老师上课 那老师今天要教的是叫高丽菜盒子 对 高丽菜 我平常其实只看过韭菜盒子 对 一般我们都吃韭菜 对 高丽菜盒子比较少 比较少 对 那到底怎么在家做 我想如果他真的在家里自己做 一个其实吃起来那个口感 然后还有一个其实 一个人就差不多饱了 对 可是大小你可以自我控制 你可以做大也可以做小 这个就是做大 如果做大可能吃一个 如果做小你就可以吃好几个 对 对 好 那到底他怎么做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中筋面粉 秤好之后呢 我们要先来就是用温水烫面就好了 温水烫面 我们用60度的温水来烫 好 所以老师这边有准备好 那所以我们这边呢 我们先把温水 这个水要170 要60度的温水 我们用温水 对 170 好 这里呢 我们就准备一根擀面棍 然后呢 把这个热水 温水直接冲进来 直接和你的面团 对 老师这个就是烫面是不是 对 温水烫面 好 我们把它和成没有干粉 然后再挪在桌面上揉成一个面团 把它先和成一个干的 对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和成一个面团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移出来放在桌面揉 对 好 这里你看它没有干粉了 好 那我们就把它移出来 好 所以要分两部分嘛 要先做那个韭菜盒子外面的 高丽菜盒子外面的盒子 对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在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就是 如果它太黏的话 你可以加一点点的面粉给它揉 所以旁边要准备一碗熟粉 对 装一点熟粉 好 我们先把它和成一个 那个面团 对 老师做面食是很厉害的 之前如果有看节目的观众朋友 其实应该看过老师教过馒头啦 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居然教高丽菜盒子 对 我们教高丽菜盒子 所以除了韭菜 高丽菜 还有什么是适合放进去这个 盒子里面的 其实最近我们的课程里面 我们有用龙须菜啊 或是那个糊 糊啊 我们米南人 糊啊 糊啊 也可以 糊啊叫做 糊瓜吗 糊瓜 对 糊瓜 对 这些都可以喔 好 那我们先把它揉成团 然后呢 让它静置 静置之后呢 我们等一下再来揉 它就会揉得比较光滑 所以你现在这样子呢 你就先让它休息一下下 等一下要休息多久 休息个五分钟 等一下再来揉 它就会更光滑了 好 那休息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盖起来 对 先盖着 好 就把它这样盖着 让它稍微静置休息一下 松弛一下下 好 休息个五分钟 我们再回来揉就可以了 好 好 所以等它洗一下 行之后我们再来揉 再揉过之后你会发觉 这个面团会比较光滑 比较亮 对 刚刚它表面就有一点 比较粗糙 对 那你再揉一下之后呢 它就会变得比较光滑 松弛休息一下 然后再揉它就会比较光滑了 对 那现在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让它再 休息静置一下下 那我们就先来备料 炒料 炒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做了 那这个时候也是要盖着吗 要盖着 对 也是要盖着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炒馅料的部分 要先开火吗 对 先开火 好 那我们这里面呢 有准备了姜末 好 然后我们先下油 好 这个油要多少 OK 再一点点 再一点点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呢 姜末放进来 好 然后呢我们就先把它爆香 好 那这里爆香的部分呢 我们等一下这有萝卜干 还有就是香菇 香菇就是泡水切丝 干香菇泡水切丝 对 然后这个萝卜干 因为它本身有咸度 所以一定要泡 要泡过 让它的盐分稍微泡掉之后 再来炒 好 那这里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两个部分 把它炒过 炒香 对 炒香 有的人他在那个就是 盒子里面他会包一些什么 冬粉 冬粉 豆干 豆干 有的人也会炒蛋进去 对 所以其实你学会了这个面皮怎么做 你里面要放什么料 就看你自己喜欢 对 其实这里面我们也可以放蛋进来 对 好 如果现场我们有蛋 我们就可以直接下蛋了 就直接放蛋进来炒 对 好 这里我们的姜 爆好了之后 我们把香菇放下来爆 老师你刚刚说要蛋对不对 对 马上变出来了 好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下 煎一些蛋进来 会更好吃 所以姜要先下去 然后再下香菇 对 我们再把香菇炒香 因为姜其实是很耐炒的 对 然后这个香菇就是记得泡完水之后 要把它挤干 对 随便挤干 切这个还蛮小的 蛮细的 对 把它切细丝 好 然后其实在爆香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爆的时候 就是有香菇的香气出来 好 然后我们再来 对 然后我们再来爆炒这一个 蘿蔔干 好 我们把它放进来 爆炒蘿蔔干 你要换成豆干也可以 也可以 对 豆干啊 像有些人会放 虾米 虾皮 开洋 有没有 对 也可以 所以这些就是爆香的那个 就是要有一点点口感 对 香气 要有一点口感 对 那高丽菜是甜 对 对 鲜甜的 是 然后我们就是香菇放下去 就有香菇的香气 对 萝卜干放下去 会有一点 咸脆脆的 脆脆的口感 对 像菜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好厉害 好聪明 就是吃不完东西 然后把它晒干 对 然后你看又可以煎蛋 也可以炒任何的青菜 什么都可以 是 这就是以前人 有没有 智慧 对 真的 好 那这里呢 我们爆香之后呢 这里香气都爆好之后 我们现在就是 没火吗 好了 好 那这里呢 我们爆香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把它 挪到我们的高丽菜里面 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还没有调味 不用调味 等一下我们会在里面做调味 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就磨出来 那其实这里面如果有 这里如果有酱油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 在炒这个馅料的时候 可以加一点点的酱油 也可以 可是老师今天做的是 比较清淡 清淡的 因为其实菜脯就有点腥了 对 有点咸度了 好 那这里这样子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菜 把它挪到这个高丽菜这里面来 好 这个高丽菜不用先炒过 没有 我们这个呢 没有炒过 那我们就直接等一下拌一拌 就可以直接煎了 对 那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来炒这个蛋 好 所以还是下一点点油 对 还是要下油 可以先 好 这个蛋呢 我们就炒成散蛋就好了 就是碎蛋 散蛋就可以了 所以这不用计数的 对 随便乱炒都可以 对 我们的油锅 稍微 蛋下去又会有不同的香气 对 一样就是有蛋就有一些蛋白质 对 然后就是营养在里面 蛋白质真的是很重要 尤其是现在就是 比较老年人口真的比较多 所以平常也要需要注意很多的蛋白质的补充 对 那我们像这样是两颗蛋 对 两颗 好 那我们就把它炒成散蛋就好 对 然后这个高丽菜盒子里面满满的蔬菜 对不对 对 你看香菇 高丽菜 红萝卜 还有菜脯 然后现在又加了一点蛋进去 这个营养也是满分 对 满分 如果吃蔬食的有没有 对 蔬食的 轻食应该可以说是也是算轻食的 我觉得现在其实尤其在台湾 我觉得大家对于健康这件事情都很重视 对 现在其实大家都很注重健康了 所以你要有口感 然后又要有健康 所以有时候要想一下 到底要怎么吃 那我们今天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 就是也会在想说 在家里吃其实是会相对吃的比较清淡 然后分量会比较均衡 对 可是你如果外食的话 比如说不管是去吃火锅 或者是去吃很多其他的一些便当 对 其实量都有可能会过多 超过 对 如果你三餐都在外面吃 对 而且外面的调味也会比较重 对 然后还有就是它也会比较油腻一点点 那自己准备的话会比较清淡一些 所以我们在节目其实都教大家就是比较简单 对 简单 好准备 那像这个高丽菜盒子 你可以假日把它准备起来 对 其实可是因为高丽菜它会出水 面皮可以先搭起来放冷茶 放冷茶 对 好 那这里我们蛋炒好了 好 那我们就熄火了 一样倒进去 好 我们就把它倒进来 好 所以其实高丽菜盒子要 就是做了马上吃 对 比较好吃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馅料都炒好 备好的时候 我们就加调味粉进来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来调味 对 好 那这里呢 我们的冬粉你就泡热水 泡一下热水 让它泡开 泡开之后我们就把它加进来 然后要剪断对不对 对 稍微剪断 剪小一点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就先把它这个破料全部破均匀 然后这里我们还有一点点的红萝卜 这红萝卜也不用先烫过 红萝卜的话你可以用盐稍微让它软化一下 只是用盐稍微抓过而已 也可以 对 用盐 好 那这里呢我们就加调味粉 那我们的调味粉里面就很简单 就是盐 糖或是味精 鸡粉这些 对 鸡粉 那你就把它放进来 还有胡椒粉 胡椒粉 对 然后我们把它过匀 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定说 怎么样的调味料 就是盐 胡椒 自己喜欢就是有一点咸度 对 有咸度这样子 好 那接着呢 这胡椒很香耶 很香 对 那我们就把这个香油把它放进来 最后要放一点香油 好 这样就好了 这胡椒下去真香 对 整个香气就出来了 好 那其实我们盐放下去之后 有时候这个高丽菜 它就慢慢的软化 就会出水了 所以老师说可能不太适合 就是做起来放冰箱隔天吃 对 它高丽菜会出水 对 好 这样子就好了 这个超香的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们的目前为止半成品 就是面皮部分也好了 然后高丽菜部分也好了 好 我们就准备要来包了 对 是 好 那我们现在面团呢 我们拿起来之后 我们就是把它分成八等份 好 分成八等份 所以把它搓长了 对 搓长 然后我们把它分成八等份 好 那我们就来分割 好 我们分成八个 八个剂子 好 好 我先分成八团 好 对 好 那一个大概是50公克 对 好 50左右 准 50 好 大概 好 好 差不多了 对 好 真的很准 差不多 好 那这里我们分割好的剂子 我们现在要把它擀成一个面片 圆形的吗 对 那其实我们就要搭两种包法好了 好 我们把它 还叫两种包法 对 两种包法 它不就是圆形 然后就是把它对折 对 一般都是这样子 看起来都是这样 对 好 我们先把这个面片 我们先把它这样子 因为现在其实外面早餐 也有一些人会卖韭菜盒 对 好 我们先把这个面皮擀开之后呢 我们把边边稍微擀薄一点 我们擀到10 15公分左右的面片 好 老师 你是边转 所以它中间是厚的 旁边是薄的 好 那我们大概这样子 对 擀到这么大 好 那这里呢 我们来做圆的 好 那我们的馅料 皮大概50 但是馅就只要100了 好 那所以 就不怕人家吃了 对 好 那我们就塞满满的馅再来 对 这里 好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就是把它这样包 好 就是左边 左边 右边这样子 好 就像我们在包 那个柳叶 柳叶的包子 叶子 叶子 老师 你没有教过哦 柳叶包 没有哦 你没有教过哦 下回我们来教大家做那一个叶子型的包子 好 这样就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包成是像这样椭圆形 对 那等一下怎么下去煎 就直接放下去压扁就可以了 好 所以它到时候会是一个长条形 椭圆形的 椭圆形的 对 好 我们做就是要做跟别人不一样 对 对 那样子才叫自己做的 有自己的特色 对 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大家就会包成像那个 半月形就是这样子 盖起来 对对对 盖月形的 感觉这个是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对 所以一样 馅要包得满满的 对 我们包得满满的 好 那半月形的话呢 就是一样 我们就是这里 对折 对折 对 好 我们把它对折 那你也可以放在桌上 桌上你会 其实会比较好包 我们先把这个呢 密合起来 好 把它塞起来 老师真的把料塞得非常满 满到都包出来了 对 好 这里呢 我们把它捏紧之后呢 我们来做一个 就是 花边 我们来做个花边 这里 把它捏好之后 我们来做个花边 好 花边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边 适中都把它 都捏紧 对 捏紧之后 我们这里来把它做花边 捏紧 对 捏紧 这很像那种 像那个 咖喱角 对 咖喱角那个感觉 原来是这样卷起来的 因为老师的皮是自己做的 所以它那个延展性非常好 对 延展性很好 虽然刚刚包了整个里面满满的 好像都爆出来 可是其实那个面皮延展性很好 所以就可以黏得非常好 但是还是要经过松弛 面团一定要经过松弛 好 那你看这样子就好了 好漂亮喔 我还以为 我本来刚刚是想说 用一个碗把它盖起来 它边边合起来就好了 其实很多外面的商家 都是这样子做的 都是这样嘛 就是盖起来之后用一个碗 你看我们今天做得多精致耶 我们就把它做成这样子 对 非常的漂亮 好 好 所以我们做两种形状 你可以拿去秤看看 它应该很重的 应该很重 好 所以照理说应该是 150克 150 那你应该都超过150了吧 看一下 真的 答案是147 那这样子 差不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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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看另外一个看看 那一个 这个也是150几 对 所以对 误差 误差就一点点 好 好 这样子把它包起来 对 所以老师说你这个叫荷叶包是不是 这个 不是 这是 高益菜盒子 我知道 我是说那个包的方式 是叫荷叶包的方式 就是那个 我们说的菜包 菜包不是做的 包成像那个柳叶 长长的 对 长长的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 对 就是这种样子 好 那我们先来煎好不好 好 好 来 刚刚锅子已经有稍微热一下 那我要放油对不对 对 要放油 这种煎油要不要放很多 看 如果说你想要让那个饼皮酥酥脆脆的话 就是油多一点 那有些人会用烙的 烙的话它就是油比较少 那油比较少来烙的话呢 它就是煎了会比较久 我们现在把这个盒子放进去 对 就让它煎 对 其实这里放进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锅铲 把这个盒子压扁就好了 现在直接压 对 直接压扁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等到它就是煎到有点硬的时候才去压它 对 你现在进来就可以直接煎 对 直接压了 那像这个的话就不用了 对 因为它就是扁的 对 它就是扁的 好 就这样子 我们就让它煎到两面金黄色 好 所以我们就等一下 所以就两面煎到这样 对 两面煎到金黄色 然后呢 像这样子 那这样的颜色还没有 等一下我们再让它煎上色一点 还要再上色一点 对 再上色一点点 这个颜色就比较漂亮 这颜色就很漂亮 而且我看老师 有时候又把它立在锅边 其实你有时候这个底部这里煎不到 其实你可以把它这样立着 让它煎底部的部分 对 因为它是比较厚 这个颜色就蛮漂亮的 对 这比较厚 那这里它比较 有 有 有 锅子越来越热了 对 锅子热的话就比较快 干到火会比较小一点 对 那这个我们现在是有用油 有油煎 它会比较快 那用油煎的好处就是 它煎起来的饼皮会比较香 对 饼皮也会比较香 这样酥酥脆脆的 对 对 对 好 来 你看这样的颜色就很美了 来 这样的颜色就很漂亮 所以这样就已经可以了 对 像这样的颜色呢 我们就可以出炉了 放到这边 好 那我们放在这里 好 我们的这个高丽菜盒子 上菜咯 所以这个其实应该一个人一个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对 对 可是我很好奇 我想把它切开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外面是 皮是酥的 对 它如果用油煎的话 它皮就会比较酥 比较香 而且一切开 好香喔 对 可是等一下你会看到 它那个皮薄线多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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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 哇 皮薄线多 真的很薄 真的很薄 对 可以给 就只有那个黏接处的地方 可以给观众看一下就是这样子 应该看到它非常的薄 我迫不及待想吃吃看 对 你吃吃看 它非常的清甜 高丽菜 因为我们没有抓盐 所以它吃起来的高丽菜 是非常的清脆的 而且非常的甜 应该有听到声音 就是皮也是脆的 然后会咬到那个菜脯 就那个高丽菜 对不对 很清甜 然后一点都不咸 然后有一点那个胡椒 好喜欢这个胡椒的香味 好丰富喔 好好吃喔 所以这样一个人一个 我觉得是没问题 而且老师 你这个饼皮 我觉得很特别就是 它外面的会这样酥酥的 可是你因为那个青菜那些 它的口感是脆的 对 它吃到后来那个饼皮 你还是在嘴巴里面的时候 你是可以感受到那个 面香 面皮是有嚼劲的 有嚼劲 对 真的好湿耶 真的真的 观众朋友 如果我们在家里 自己做 你看里面有很多的变化 最重要是老师把那个就是 外面的那个盒子的配方给你了 然后也教了两种包的方式 而且老师这样子的做法 你看可以把这个皮 包得这么这么薄 所以你吃进去 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 满满的全部都是 都是蔬菜 蔬菜 然后香菇 所以现在你看我刚刚停了一下 是因为我突然又感受到那个 香菇的那个香味 所以其实你满满的有面香 面皮的口感 然后有蔬菜的口感 然后还有很多层次的不同的香味 对 跟外面吃起来 其实确实是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 那你也可以尝试换各种不同的料 在里面对